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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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她会看到我, 马上起身 但我先生站在我旁边, 有没有扶我 又很奇怪地看着我 他说, 老婆, 这么奇怪, 这样你也会跌 我当然不太高兴 回到家, 我就跟他说 我说, 老公, 老公, 如果我跌的时候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应该伸手扶起我 就问我, 痛不痛, 没事吧 那就没事了 你现在这样说, 令我心里很不舒服 之后很多饭局 有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件事开玩笑 跟朋友说我老公多不体贴 我老公一直都会说 那是呀, 哪里有人这么不正常 这样跌法的 最近不是经常下雨吗 有一晚我老公出门回来 很想念狗 就要我跟他一起下街跟狗散步 他拖着狼狗, 我拖着一只金毛沉梅犬 两只大狗, 胸口还要背着一只小狗 由于天与路滑的关系 我就很不小心踩了下去一块 整路铺在面的铁皮上 整个人就炒起来, 飞起, 搭在地上 因此就眼前一刻 当我定个神, 睁大眼的时候 我就发觉我的金毛沉梅犬 头在这里 另一只小狗 就已经飞去后面, 来到这里 他们都看着我, 没出声 可能他们都觉得 妈妈是不是死了呢 走在前面的老公就衝过来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连续说了几次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老婆 你没事嘛 虽然这一跌我都知道其实挺伤 但是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 忽然间我心里觉得很开心 原来他一直有把我所说的话 放在心里面 你会觉得人很奇怪 有时候越亲密的人 你就越论式 不肯和他说好的话 但是其实家人 身边的工作伙伴 和朋友 是最需要我们的鼓励 而且说好的话 又不用什么钱 很多人常问我 顾老板有什么投资之道 我告诉你 我的投资之道 就是对这些人好一点 多说一些好的话 他努力一点做事 我就可以做少一点 所以我的回报就是最高的了 试一下从今天开始 对你身边的人 多说一些好的话 说不定不喜欢你的人 会开始喜欢你 爱你的人会更加爱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